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琪老师 今天这节课给大家录这样一个视频 就是因为有很多同学 你们喜欢这种多胞胎跳舞 并且给它换背景 就可以在这个视频中实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好看吗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话我们需要几个素材 第一个就是这几个背景素材 你看没有这个草原素材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有房子的素材 都是根据这个歌词来的 你看又是草原又是家又是花海的 对不对 这个是根据歌词来的 我们想的这样一个场景 然后还需要一段跳舞的视频 跳舞的视频可以 你们自己跳舞录的也可以 然后在网上找也可以 这里我就先教大家 教你们去找一下素材吧 找素材其实以前在都讲过 所以我在抖音放大镜里面 可以去找 我们打开抖音 抖音放大镜这里面 首先呢 我们去搜索这个素材 叫做美丽的草原 对不对 美丽的草原 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这个素材 我就是直接在网上去找的 这个跳舞素材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拍 自己都可以的 来我用的 我用的是哪一段 因为我要用个全身的嘛 所以说我就在这里面去找的 找到哪一段 我找到这一段 打开它 打开它 同学们 几种保存素材的方式 点击箭头 保存到本地也可以 或者你用到前面的无伤区水影去复制链接也可以 我用的是保存到本地 好 那么第二个 这是一个人物跳舞 拍自己也可以 人物跳舞 那么这里我再用一个 嗯 是不是草原素材 草原 草原素材 很多 你看我用的第一个 点开它 同样呢 我是点击箭头 保存到本地 给它直接保存到本地 就保存到相册 第二个 然后输入一个 嗯 房子嘛 我的家嘛 家就有房子 我用的是一个红枣树蔬菜 红枣树 红枣树蔬菜 那么这时候我用的也是这个 也是点开它 点击 点击箭头 然后给它保存到本地 第三个 我用的是一个 花海 荷娃花 花海 花海蔬菜 那么这里各式各样的都有的 我用的是第一个 很多 继续选吧 都是保存到本地 好 那么素材 有了以后 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打开我们的简营 打开我们的简营 第一步 点击开始创作 我们先去导入这一段 这段素材 点击添加 这段 美丽的草原嘛 它是有音量的 把声音放大 给你们听听 本身背景有音乐 我们把原声给它关闭 就不要背景的声音 那么第二个 到这里之后 是不是有水音啊 嗯 我们把这个 哦对 先同学们 你们记得第一步 嗯 要经常导入视频进来 调一下比例 比例调整成9比16 不要忘记了 所有的视频上传的抖音 都要调整成9比16比例 好 我们选中它 我们把这个素材 同学们稍微给它放大一点点 去除水音 那么去除完水音之后 嗯 第二步 我们是不是要导入人物呢 通过化妆化 新增化妆化的方式 我们去添加这个跳舞的视频 选中进行添加 来 添加进来之后 你看一下 这素材太长了 我们只要到花这里就不要了 所以说点击分割 后面这段多余的 同样的 我就给它删除 删除完之后 我们挪动到前面 我们听听 我要到这里开始唱歌的时候 才开始要 前面都不要 我们可以给它挪回来 分割三处 可以直接挪一下 它也可以的 听一下 好 刚好美丽的草原 对不对 按住它 往前挪一点点 好 现在我把背景给它去除掉 可以选中这段视频 然后直接用剪音切扣图 这里有一个叫智能扣像 那么智能扣像 是不是扣出来了 当然有些同学反映说 扣图扣得不干净 那是因为就是 你们可能有些时候 你拍的这段视频 穿着衣服 颜色可能和背景太相像 所以说扣不干净 这个扣图 如果万一都扣不干净 你就可以用其他 比如说像前面 我说的美测 这些扣图方式 不过那种扣图方式 就要收费的了 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吧 来到这里 我的人物进来 人物同学们 可以这样 看到没有 可以放大 也可以缩小的 可以随时去调整 它的位置 我就先让它在中间吧 好 到这里之后 你们看好了 人物进来了 听一下歌词 你看到草原这里 草原 唱完原这里 我们点击返回 新增幻动画 我要给它换一段背景了 换这个红枣树的背景 进行添加 因为它要唱到家了 你们听听 那么进来之后 这个背景它也有音乐 我们要选中这个背景 点击音量 然后把它关掉 就没有音乐了 那么这个背景太小了 有水音 我们把这个背景给它扩大 把水音缺所在外 来听一听 好 到家这里 到家这里 听一下 好 到家这里 到家这里 我就点击分割 同样的把后面这一段 多余的删除 好 这时候你看不到 后面的跳舞的人了 怎么办 选中这个视频条 这里有个叫做成绩功能 我们点击成绩 点击第一层 你看人物就出来了 打个对钩 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如果要给它 换背景的话 这样是不是有点唐突了 所以说要给 给它加一个关键针 给它进行一个转唱 来 把白色行轴放到这个 这个视频刚刚开头的位置 点击一下小叫号 我们在尾巴的位置 视频尾巴位置 再给它点一个小叫号 好 回到第一个针的位置 我们找到下方的一个叫蒙板 我用的是一个圆形蒙板 那么圆这时候很大 我们把这个圆稍微给它放小 给它变小 看没有 变小 直接给它拿到最小之后 然后挪下来一点点 照着 放到人物所在的位置吧 打个对钩 好 我们紧接着在尾巴这里 再次点击蒙板 我们把这个蒙板 直接给它放大 直接扩大 照着整个视频 把整个场景给它换了之后 打个对钩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换了背景 好 风吹绿草 这个也是上面这个视频 刚刚好要结束的位置 你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后面片尾了 我们选弄上面这一条 给它进行个分割 后面多余的 也是直接删除掉 好 到这里的话换背景了 又点击这里的加号 然后给它换一个 什么样的背景呢 换一个这个 这个花海背景 选中这个花海 添加 添加进来 它是不是还是有一部分多余的 就是有水银 选中它 我们给它进行个放大 其实同学们 如果你们不想 这个画质上面这个背景 画质有损伤 都可以用到前面教你们的 无伤去水银的方式 好不好 好 到这里之后 你会发现 后面有一段多余的长的 好 先长的 我先不管 我们先看一下 突然又换了一个场景 不好看 所以在这里 我点击这一个小正方块 叫做转场 转场点进来 这里有个叫做幻灯片转场 我用的是一个叫做风车转场的效果 找到风车转场 你看没有 这个风车转场出来之后 效果就很好看了 如果你想要这个转场的时间 稍微慢一点 你可以调长它 如果转场时间快一点 你就调短它就行 然后我这里调个一点一秒 打个这个 我们看一下 这个样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 看一下 到这里是不是多余了一段背景 我们同样的是 多余的 我们直接给它删除掉 这里对齐站也可以 直接这样删吧 往远一点点删 直接删除 后面这段多余的删除 分割删除 然后这里我们就选弄它 往前面挪一挡 它这里有一个自动吸附的功能 看一下 还是不行 我们对细节进行处理 来 看一下能不能吸上 能不能自动为我们对齐 看一下可不可以 如果自动对不了的话 因为它机器 所以有些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的完美 我们就可以放大它开秒 放大这个视频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处理 放大你就会发现 这两段没有对齐 很多人说你们出现黑屏 或者尾部出现黑屏 或者对不起的时候 你都要拉长它 拉长它来处理细节 看一下 现在就对齐了 好 我们这时候再缩小 方便我们的操作 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好看 那么如果你觉得它一个人跳舞 太孤独了 对不对 我可以选中它 选中它 下方用到这一个叫做复制的功能 选中这一段 这个人物 给它进行个复制 复制完之后 我摁住它 挪到下面来 你复制几层都可以 你想多几个人物就多几层 好吧 复制这段人物 同样的是摁住它 对齐 好 那么这时候你选中它 为什么只能看到一个 两个 因为你通过复制 两个连在一起 选中下面这一层之后 我把这个人物放到这里来 开秒 放到这里来 然后再来 或者这个人物的大小 你们都可以调的 来 上面这个我觉得太小了 可以稍微给它放大一点点 然后这个人物你觉得太小 你也可以给它放大一点点 然后再来 再多一个 我还想要一个 再选中它 再次给它进行个复制 复制完之后 摁住它 又摸到这里 摸过来对齐 好 记得要 对齐 来 选中它 我们再次给它摸过来 你看 给它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你看一下三个人物 跳舞走成了 学会了吗 同学们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置 因为你们上传到抖音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 这个照片 因为下面要有一个文案 要写打字 就怕人物看不清楚的话 就是怕它的脚背下面的文字挡住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 调上去一点点 你们的人物 尽量调上去一点点 好不好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我们给它调上去一点点 反正你们 选中它所在的这个视频条 都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 好不好 大小也可以 手指去缩放它调 来 看一下 好了 同学们 这节课就这样了 好不好 感谢你们的收听 再见 同学们 感谢你们的收听 感谢你们的收听